台北市長,柯文哲,這兩天的頭抖得特別厲害,這可是柯文哲,要不要罵人的其所事? 老百姓講的話,他也聽不懂太多,不然一一休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這兩天柯文哲,對民黨可是罵得兇,讓外界也直擊起柯文哲和民黨之間的關係 柯文哲的幕僚確保是,隨著2020總統選擇接近,先不論柯文哲未來是否加入戰局,民黨勢必會出招攻打柯文哲 主要柯文哲和總統蔡英文的支持者,尤其在年輕族群這一塊,從年性相當高 如果能將柯文哲打到不選,確實對蔡英文選情有力 但是柯文哲,目前還沒有表態,柯文哲炮打民進黨或是國民黨點出問題 其實也能測試中間選民的接受程度 民進黨所執政的中央政府,在台北市政府重大建設案上意見相左 也造成柯文哲所說的,禮喪無來 像是600多億元的雙子親案,遭投審會以國安威力駁回 攸關台北市東區文護計劃的中研院國家生技園區連外道路興建案 柯文哲幕僚指出,中研院已經編好8億元預算,要打通連外道路 但是,國外院日前指這是台北市的道路 要由台北市政府用中央所給予的統籌分費款來支付 等於是改成台北市政府本單 這些動作,都被柯文哲陣營視為是民進黨在進行坎坷的動作 我今天所選擇加入民進黨 另外,民進黨中央今日找太陽花學運領袖林輝凡 擔任民進黨副秘書長 外界解讀,是民進黨為了拉攏年輕人選票 間接搶攻柯文哲的連續選票 也讓柯文哲很在意的,做了回擊 我就用四個字來形容,說謊成形 不過,柯文哲的幕僚分析 太陽花學運結束5年,林輝凡甚至到國外深造 所以對明年總統大選影響力有限 特別是,他們回來就領9萬元的月薪 而年輕人現實處境有一定的差距,難以喚起共鳴 不過,柯文哲幕僚也坦言 林輝凡還是有一定的人力和戰力 柯文哲團隊目前也是人手短缺 人才的吸收確實是他們較缺乏的東西